王安石变法 庆立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 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徒弟 他们有的享有免疫特权 有的利用权势满产漏税 沉重的赋税都压在农民的身上 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的银捐 也得由农民负担 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 国家的田赋收入没有保证 开支却越来越大 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1067年 宋神宗赵须即位 这一年宋神宗才二十岁 很想有所作为 早在即位以前 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 说这个人很有才能 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 并王安石担任江宁之府 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没有几个月 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汉林学士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是釜州临川人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临川 年轻的时候就爱好读书 他读书很认真 读过的书终身不忘 他写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 诗词也写得不错 曾拱把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非常赞赏 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二十二岁考中进士 后来在地方上做官 在他 他在担任银县支县的时候 组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修筑低岸 疏疼河道 这里说的银县 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 他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 把官府库存的粮食借给农民 让他们秋收以后 加少量的利息归还官府 使农民少数地主 豪身的重力盘剥 这样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王安石当了二十年的地方官 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情 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 让他管理财政 这个时候 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书 提出了变法的主张 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 把他割了起来 王安石看见朝廷并没有改革的决心 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 因此就在母亲去世的时候辞职回乡了 这一次 宋仁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 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 就离开了家乡 到江宁府上任 不久 宋仁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 他到京城以后 神宗召见他 问他说 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 要从哪下手 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 变风俗立法度 这是当务之急 神宗连连点头称事 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改变朝政 公元1069年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 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 当时朝廷当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 有的年老怕事 有的反对变法 王安石知道 要跟这样一些人实行变法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一担任副宰相 就经过神宗的批准 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 治治三司条立司 并任用了一批新人 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 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 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 条立司刚刚成立 第二个月就去催问新法的制定情况 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 查看农田水利和赋税等方面的情况 加紧制定新法 颁布天下 新法的内容主要有 一 清苗法 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银县采取的办法 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 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款或者借粮食给农民 秋后偿还 二 农田水利法 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 行求水利 三 免疫法 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疫钱 雇人服役 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 这样就减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 方田军税法 政府重新账量土地 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 官僚地主也不得例外 五 保甲法 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 每十家为一宝 五十宝为一大宝 十大宝为一都宝 每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抽出一个人为宝钉 农贤的时候练习武艺 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 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 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地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 对于外面的议论 纵神宗也听到了 他对王安石说 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 不顾舆论 不遵守祖宗法度 你怎么看 王安石回答说 陛下认真处理政务 每件事情都担心伤害百姓 这就是害怕天变 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 这就是顾及到了舆论 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 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 如果我们做得合理 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 至于祖宗的制度 也是经常变的 不能死守着不放 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 毫不怕拒 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 他让王安石对新法稍许做了点修改 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公元1074年 有的地方大汉 一连十个月不下雨 灾区农民被迫流亡 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 送给宋神宗 说 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 只要停止变法 天就下雨了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 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 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 这两个太后 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 攻击新法 说 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 宋神宗开始逐渐动摇起来 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 第二次辞官以后 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 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公元1083年 宋神宗病死 十岁的宋哲宗赵旭即位 高太后执政 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了宰相 新法被一个个的废除了 期待 明镜需要安全 感谢观看